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研究的那个人其中有一个我还知道 这个人叫管义 管义 在港大嘛 对 你知道管义当年实际上 他就早就该把这个SARS的病毒给判断研究出来 但是有一段时间他的研究方向发生了一个误区 他一直认为是禽流感 所以他就沿着禽流感的方向去找 到后来才看到原来是非典型性肺炎 然后这个管义实际上说 他说我是干什么的呢 我啊就是像个猎人一样 我就是找这个禽流感的 就他本来的专业的研究方向 就是禽流感 实际上当年的那个SARS过去之后 他说的这个话 我今天想起来是有现实意义的 他就说实际上禽流感会再次出现 但是我一直就在寻找这个禽流感 所以果真呢 你看最近又出现的就是叫什么 H7N9 这禽流感其实SARS之后一直有出现 就一直都有 有不断的排列组合 现在这一种是说它的杀伤力很严重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其他的传播途径还不清楚 不排除人传人 可是还不能证明 所以现在是这两个大的问题 当然第三个是说 有没有有效的药可以预防或说治疗 有啊 所以这三个 已经是成都哪儿还是哪儿 不一定成都啊 有一个女的已经得了厌食症了 你知道怎么得的 喝那个板栏根喝的 喝这个厌食症 她就生怕得这个病 其实你们俩都感冒了 我就不该跟你们俩在一块 我觉得 对吧 她感冒了吗 在香港感冒 闻到最近又北望神州了 成都了 重庆去了一圈吗 她比较恐怖 但是我已经好了 而且医生说我肺没事 这关键看肺 关键看肺啊 因为像H7N9也好 或者当年SARS也好 最关键 那当然首先看发不发烧 那如果发高烧 然后而且还肺部 问题还比较大 如果你肺部感染非常迅速的话 那就表示可能是中招了 不过你刚刚说回来 我觉得我们要搞清楚 其实大部分的流感 都是从勤处而来 就是历史上大部分的流感 我觉得管异 她一直追勤流感那个方向 她说那回追SARS的时候 可能被误导 但是大方向是对的 因为过去十几二十年来 几乎所有学者都在预言 另一次大规模的勤流感 这是迟早要发生的 那到底这一趟 是不是就不知道 因为真正的大流感 这大规模勤流感 比如说像 二十世纪初的那一趟大流感 那就死了几千万人 那种规模流感 一定会再出现 就大部分的学者 都是这么认为 所以现在有很多 像管异这样的病毒猎人 对对对 天天在实验室 就要追这个东西 而且那个工作很艰苦 我觉得 因为它是不断在变 你要沿着那个线索 让它走 到最后 要怎么样把它定住 那是很困难 好像每一次 就是有人找到 什么新的病毒 或说新的治疗方法 很好玩 总是本来找A的 后来不小心找到B 总是会有这种错误 本来脚轻流感的 一个不小心找到非典 对对对对 这一次不晓得会不会是这样 可是这一次大家也的确蛮怕的 蛮焦虑 至少我 所以我当初其实我没有感冒 我先去看医生 我因为看到别人到处是感冒 我拉一天早上上课 进去坐电梯去上课 进电梯看到我同电梯的人咳嗽流鼻水 我就觉得我会感冒 所以我就出电梯之后 我第一件事不去上课 我先去学校的校医 医务所那边看医生 而且我最近焦虑症蛮严重的 一来可能被德文涛传染 本来就很怕这个 真的怕那个感冒 HT Angel来 我每天几乎吃了半瓶的维他命C 因为维他命C 平常一天只需要一千个单位 我吃掉我才超过两万 因为我 吃多听说也不好 没问题我看过了 我看过材料 维他命C是不会 不会流下来理身体的 我不断吃不断喝水 不断尿尿 我现在的尿都是深黄色的 以前我的尿是白的 不是透明 好白的那也是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是 你这个钟南山讲 就是说这个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强的人 也未必能落着好处 有的时候他这个病毒 他的变化 你免疫系统强 你说不定还激发他 生发 你这就是很古怪的一种问题 但是他又说 你过去人类过去几千年 这个积温很常见 所以我现在得到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现代的公共卫生 为什么这个机制特别重要 实际上像你说的这种 一个流感几千万人死亡 现在应该发生的概率很小 就也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什么呢 你只要全球联网 然后每一个政府 都是这个信息公开透明 在第一时间 就是隔离 就是隔离 只要采取这种隔离 有效的这个措施 是能够防止它 这个大面积的这种蔓延 但这个东西是有双面的 就今天我们 不一定会死几千万人 那么可怕 但是我们今天病毒感染 如果真的人传人之后 它散播的速度 它的效率 它坐飞机嘛 也远远高过一百年前 那么但是就像你讲 我们今天追踪了能力加强 这就福克讲的生物政治了 真的是 就今天政府是有能力 把每一个人很精准的 在很短时间定位出 你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角落 你去过哪里 今天我们用的信用卡 比如说我们用的地铁票 八达通什么 你几乎分分秒秒 你的行程 是能够准确列出来的 这以前都做不到 所以今天要追查一个 代言者去过什么地方 是比以前容易多了 对 而且也特别容易受 被连累 欢迎你去一个地方 可能你不该去的 原来有个代言者在那边 那就出状况了 记得十年前的非典吗 香港上演了阴幕 非常夸张的事情 这是封锁那个酒店 突然去湾仔 封锁酒店 二话不说 完全是拍电影一样 是是是 一队警队杀过去 突然拉起门 全部不要动 当时还说有几个外国游客 去那个酒店 刚好掏了护照来登记 马上就被被被被喝停 关住了 对就被关住了 然后偷情的人也被关在那边 妓女嫖客也在被关在那边 整整关了多久 十四天吗 没有 还不几三天 不几三天 好像几天七天八天 听说后来解封的时候 最唯一的得到好处的人 就是那妓女 赚了大赚一票 天天在里边干活 反正关你也不敢出来 关起来 没事干 好像是这样子 我记得那个追踪报道出来 等一下 还好笑 还访问一个出来的 韩国做生意的人 被关了十天 很愤怒 大喊 他对着自责镜头 大喊说 有没有搞错 我才刚来护照掏出来 他就把我关起来 你知道我来做生意 我要告香港政府 我选试了几十个医的生意上 然后那个记者 年轻人不懂事 就问他 是吗 几十个医 那你为什么住这个三星酒店 你生意做得这么大 那时候真的非常好玩的事情 没错 而且那个时候死了很多 都是医生和护士 是 没错 而且我还知道 原来这个非典 这还真是挺要命 它有一个 叫后遗症 后遗症 这个后遗症就是说 你像在北京 就专门弄到一个郊区 那么一个地方 小唐山 小唐山 好 治好了 这个人出来了 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坐轮椅 那都是当年的护士 护士长 坐轮椅 就是突然间 登自行车 发现登不动了 一打电话回医院 说 哎呀 你这个后遗症 后遗症是什么呢 骨骨头坏 对 因为当时 你说这个东西 当时说无药可医 但是呢 也有一个治疗的办法 就是激素 对 但是激素呢 你如果用的太多呀 也会带来你这个 这个叫骨什么吗 骨盔吗 他们还叫什么 忘记 甚至就是有 有些人的后遗症 就肩膀啊 这个骨头塌陷 对 你说这个东西 然后而且还有个问题 就是当时 在中 在大陆这边 有很多当时的这些患者 康复的时候 他是后遗症 今天其实没有得到 很妥善的护理 嗯 其实还有很多国家赔偿 当年说好的 也都没有跟进 所以我今天 还在一些地方 看到一些报道 说当年的一些 北京的医护人员 全国各地医护人员 他为这个东西 付出了代价 他救人 然后到了现在 他应该要得到的赔偿 十年了 就没那回事了 就没下文了 而且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 现在这个H7N9 好像是说国家给看病吧 就是你只要得了这个 都是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但是呢 你看 这个判断 也有意思 就是也有的人就提出来 说H7N9 到目前这个情况啊 那么它到底是 个人卫生事件 还是 公共卫生事件 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说 你个人卫生事件 就是说 那你看病还得自己买单嘛 但是你现在 如果说是国家给你出钱 看这个病 那是不是得到了一定的级别 但这个就有一个判断的 判断的问题啊 是哦 可是我真不太理解 因为任何的 这两个事情分不开嘛 个人卫生 假如他到了一个程度啊 而且就算不用到某一个程度 那当然从一个角度看 这是公共卫生的问题 那你比如说 乙肝呢 乙肝呢 传染病 乙肝是不是国家都给钱呢 乙肝 没有 他公共 假如我觉得从公共执病这个角度 他有一些措施会来控制他 来对应他嘛 包括比方说 他已经不准你去捐血 或者说假如你乙肝 在香港是这样的 他有一个公共投资进去 有个防御中心 治疗中心 资源中心 你是可以求助的 除了你个人要治疗那部分 那这个部分也是公共财 公共资源进去 因为在公共执病这个角度来看 没有个人的问题嘛 每一个病都有他的公共性在那边 对啊 而且我们要考虑到 就假设 这不是政府出钱 最后是个人的买单 那我们假设会不会有人 他患病 那么但是他想到他要出钱 他也不知道他得的是不是HTN9 但是因为他考虑到他可能最后要自己买单 那个特效要不知道花多少钱 住院十几十天要花多少钱 他可能考虑不看算了 那这个不看算了 然后他在社区里面继续生活 到他如果病死为止 那几天之内会发生什么状况 所以这个最好的还是看病不要钱 真的 看病 我觉得永远应该是 加拿大就是这样的 就是很多国家都这样 看病是不要钱的 就还分来分去干什么 对吧 国家都这么强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复科炎症一反复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复科炎症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叫藏陈阳 经典江湖 喜酒 叫藏 1988 一旧 一旧 2旧 4旧 2旧 7旧 9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我跟你们讲个病例 就把咱们刚才说的问题都包括进去 南京呢有一个 这人呢咱就叫化名吧 他呢这个H7N9 然后呢他的丈夫和姐夫 目前单位里要求他们别上班了 在家里休息 那么他怕他女儿 他怕这个学校会不会拒绝他孩子上课 就传染嘛 但是这个希望 就南京的卫生局啊 能够出一份证明 说说说这个这个这个 但是呢卫生局得到的答复是 暂时没有必要把情况告知学校 然后呢这个 他呀 现在这个进入这个医院以后 每天都会收到单据 牟田的费用平均为每天一万七 每天一万七 然后呢院方表示 不会因为欠费放弃 放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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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这个病的人啊 但是呢 这笔医药费究竟由谁承担呢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书法 就是刚才我说的 社会上对于免费治疗 S7N9有多种看法 呃 像中山大学有一个教授就认为 这个如果就是目前的S7N9病患 是散发病例 而散发病例呢 是个人卫生事件 他说什么叫公共卫生事件呢 人传人的流行病 才叫公共卫生事件 但人传人现在不是还没有得到确认吗 就他到底是不是人传人 还还不知道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S7N9了 政府就拿公共财政给他治病 这对其他的整体纳税人来说 不太公平 但是如果他需要独立承担这笔 预计将达到几十万的医药费 他唯一的选择是卖掉房子 可是现实很伤人 他的房子是未满五年的拆迁安置房 嗯 还没拿到房产证 而且小区里几乎人人知道 这是这个病人住过的房子 这个房子 不值钱 根本没人买 所以你看 我还是听不懂了 因为我一直在想香港的医疗系统 公共医疗系统 有一个最大的原则 就是说 这是从英国人年代已经定下来的 说香港的医疗系统是说 不会让任何人因为没有钱 而得不到医疗照顾 这是底线 换言之 不管你今天是感冒 因为自己或说吃错药了 肚子痛 够个人卫生了吧 你昨天吃生蚝 吃了肚子痛 你去医院 他还是替你承担 来安排处理你 治疗你 或说 没钱 没钱的 香港是有保险 没有保险 公共医疗系统 去公立医院 可是呢 他会来判断 你吃坏肚子 你感冒 你来没关系 不用钱 或说很便宜的钱 只要13元 50元 80元 可是呢 请你等一下 你可能要坐在那边 等个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 因为其他更重要的 突然心脏病发 他有排序 对啊 他有排序嘛 突然的撞车 怎么哪边 他马上治疗 所以呢 并不是说 因为什么区分 你个人的问题 我们不管 你公共的问题 传染给别人 我才管 不会吧 他会排序 他的排序 对 是基于你的生命 的这个安危程度 就你现在这一刻 我不治你 你马上就挂了 那么这种 我首先抢先治疗 集中支援 要一直排下去 排到你感冒 比如说手指甲 掉了一块啊 或什么 或者哪被蚊子咬伤了 这种 焦虑症 焦虑症发作 这种呢 他通常呢 就让你等几个小时 那你觉得 你没这个时间 那你就可以 加辉你等几年 你是一辈子 还不下 所以我觉得 那当然这牵涉到 今天大陆的一个 很根本的重要问题 就是医改问题 谈了很多年了 那么现在我们的体制 基本上是全世界 比美国还更像 资本主义的一个状况 就是基本上是 虽然说是社会 社会主义国家 但大家看病 都是自己掏钱为主 而且是你有钱的话 你就保证得到 这方面什么社会主义 是真社会主义啊 古巴 古巴 朝鲜也是 你没听过吗 很多地方 伊拉克 伊朗 英国也是 台湾也是 北欧也是 其实很多国家都是 那但是我想问题 就是说今天我们 已经就像我们讲的 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 国家那么有钱了 这个问题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拖了很多年 我记得去年两会的时候 就曾经有一个有关部门的官员 出来说 现在要做公费医疗 太困难了 就真的全民的公费医疗的话 我们每年可能要再投入几十个亿 那么当时大家就笑话 这几十个亿还不够全年 全年全国买公车的消费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不知道要拖到何年何月 但是我想说回这件事 我不太赞成刚才那位学者的讲法 就因为今天我们不知道 首先不知道这个东西 现在是不是人传人 我们也不知道 假设他现在不是人传人 他是散发 我们不知道 他会不会变成人传人 我们今天担心的是 他会变成人传人 那假如今天我们没有国家来补这个 保这个底的话 就让我们想 也许有人 像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子那样 她家人说不定真的就放弃 去医院 让她留在社区 这几天会不会造成人传人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首先是先判断他是不是人传人 不管是或不是 我们接下来要做 叫防止他变成人传人 你要防止他变成人传人 你就必须让所有怀疑受感染的人 都愿意去看 去医院看 说到底 还是看病不要要钱 事就全解决了 看病不要钱 江江三言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缩好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无极之水 慧软酒精 年份软江 五井贡酒 进入更年期 哎呦 这是怎么说到更年期了呢 因为说到我快要变成半百老翁了 五十岁了 对半百老翁 那香港的报纸 这种人叫老翁 一老翁 昨天在医院摔跤啊 什么那些 对对对 这是假如过 再过两个礼拜吧 五月份我被车撞到了 这是半百老翁 被车撞撞毙 对对对 然后呢 到我们那儿某些地方 那就是送到医院见死不救 我们要来保证他有钱 他家给得起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不管就是什么公共卫生 私人卫生啊 就咱就说啊 这个看病啊 你说就像刚才说的 这个人家的这个情况 那他几十万的这个医药费啊 那到底谁出 现在我们是在推行叫什么 全民医保吧 就是这个医保 我不知道医保这个事 哎 中国的事情啊 总是让这个人啊 怎么都弄不明白 他特别样的这个复杂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在加拿大 他就跟我讲 就说 你去了就行了 你有一个什么卡 你就去医院看病就行 你不收钱 就很简单了 为什么我们总弄得特别的烦 这个能不能报 这个是归在大病 还是什么病 这个是厂里报 还是什么养老保险 还是什么这个 为什么我觉得都弄得 最后弄得人的烦的都能自己掏钱 因为到了最后他要算的是这个钱 是谁来掏吗 就比如说你是有单位的人 还是没有单位的人 然后有的时候他要算这个钱 是不是医院里来来补或怎么样 这个钱一定算得非常清楚 要不然话到说这个医院 他比如说没算清楚 最后要医院来买单 医院就亏本了 因为今天的医院都是自负盈亏的 就包括公立医院 他也是自负盈亏的 那么公立医院呢 他们还 现在很多中国的医院 说是公立医院 他还承担很多创收的责任 对 因为医生的这个起薪点 并不高在中国 那么所以呢 他们的薪水 包括护士 整个医院的收入 靠什么 靠额外收入 所以他很鼓励你 有事没事进来 先打点滴 然后动不动就给你开药 开很贵的药 所以过度医疗 过度治疗 其实这些是每个领域嘛 老师要创收 他一定弄点旁边走道 对 没错 记者就要创收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对啊 我就觉得这个 那么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